拜入师门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作困 或许面对四个对别人来说有些难度 但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手拉把弃 更何况大师傅颜金瑶 身为李斩女帝精彩绝艳 二师傅蜜月 九尾天狐妖精一枚 三师傅康敬行 冰清玉劫女剑神 四师傅掩月 红颜傲娇大刀神 原来我来到这个世界通过读书获得人力武器 拉的仇恨值越多就越强大 而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参加苍明四仙的考核选 本来我一个灵血一段的废物是没打算参加的 但是不参加就会被系统抹杀 于是我硬着头皮踏入了从未有人通过的九天截灭阵 当我进入法阵之后系统声音就随之响起 丁破阵需要消耗愤怒值23333点 随后我就感觉到全身充满力 然后一掌拍出 法阵结界顺便破裂 而我也直接被传送到了远方 累死了 这样算是通过考核了吧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响起 以你是怎么通过考核的 你的修为才灵血一段不可能通过 闻言我只见一双黑色皮衣大长腿在我面前 然后我猛地坐了起来 这个您不是亲眼看见了 掩月随即站了起来 难道是法阵常年试修坏了 你先在这老师待着 我去禀告三位姐姐 说吧她就消失不见 而待在原地的我却收到了系统的提示 旁边乃是鸣鲜池 由含月精华凝结而成 可以固守晶圆磅缘气 闻言我直接脱掉衣服泡了进去 修为随之就明显地在提升 另一边掩月则来到了一处大殿里 小月儿见过新徒弟了 见过了 长得倒是挺俊巧 只不过那小子有点怪 明明只有灵血一段的修为 却破了九天劫灭阵 此时蜜月饶有意味地开口 那看来咱们的徒弟便是万中挑一的气韵之子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见见小徒弟 片刻之后掩月回到了原地 人呐 不是告诉他不要乱跑吗 下一秒我就从宁仙池中站起来看下来 你回来了 把另外两位师傅也拿了 此时的掩月直接暴怒 你竟然敢在宁仙池中洗澡 而我看到他发火后不慌反省 生气了 看来是个易怒体质了 太棒了 看来只能先对不住四师傅 随后我就更加放肆了 我爱干净爱洗澡怎么办 我不光泡澡我还要搓澡 果然掩月更加愤怒了 紧接着系统声音就响了起 恭喜宿主成功激怒掩月 获得九千点愤怒指 鉴于宿主过于无耻 额外赠送神级功法空手皆白愿 可在一分钟内抵抗任何攻击一字 冷却时间七天 这时掩月用手指着我 你在想什么 赶快给我从池子里出来 文言我直接裸着站了起 我的举动倒是让蜜月和康敬寒很是惊喜 哦 倒是不小 很不错呢 掩月也是半追着看着我 谁让你站起来的 赶紧给我穿好衣服 而我也继续在刺激他 是你让我站起来的 我乖吧 怎么样 无二还可以吧 这下被激怒的掩月直接掏出了他的坟里刀 去死吧 然后对着我直接劈去一刀 顿时天地色变 刀器直接化成一只凶兽向我袭 而我直接展开双手并使用了空手戒板人 轻而易举的就扛下了这次攻击 这一幕恰好也被赶来的大师傅看了 然后对着掩月说道 小月快退下 然而掩月并没有松手法加大的力量 不可能 他只有凌确一段不可能接下这一刀 袁金瑶看到掩月没有松手后有些微微发怒 本尊的话你也不听了 回去抄写五百遍清新经 掩月文言顿十年了 这时我也收到了系统的提示 恭喜宿主间接激怒袁金瑶 获得史诗奖励乾坤神体 该神体位于神体堡堂上 增加百倍悟性百倍修炼宿度 传言拥有乾坤神体者终将成为三界共产 女帝袁金瑶也在这时说道 下持成功通过九天截灭阵的考虑 从今以后便是我们四人的嫡传弟子 必是苍鸣圣域未来的尊主 此时就这么定义 择日向全宗公布 这时站在一旁的三师傅康敬寒说道 走吧 跟上我们 需要学习的点击为师会为你准备好 而二师傅蜜月则一脸诱惑地看向我 乖徒儿 以后为师会好好调教你 入师门第一个任务就是作坤 表面上我的四位师傅都是一尘不染的仙子 其实背地里个个都是吃坤达人 但好在我是练习两年半的作坤小公司 刚好能同时满足四位师傅的需求 就在刚刚 来到云烟阁后袁金瑶作家说道 正是收徒大典之前就由四妹负责教导下持 什么 赵我来 大姐你是了解我 我不行的 但袁金瑶丝毫不听她的报道 正是因为你俩不合才要互相磨练星星 此时就这么定了 这几天你带着下持熟悉一下苍鸣神殿 掩月看到此时没有转机之后 无奈地叹了口气 好吧 大姐说怎么做就怎么做 随后又一脸不爽地看向我 为小子起来走了 文言我满脸开心地跟了上去 太对了 这个好 爱生气的小豆包 一气一蹦高 走出大殿后掩月就开始带着我的参观起来 这是唱书阁放书用的 九霄店 我是完全不信的 如果你真用了什么下作的手段通过考 到时候有你好 是 灵血一段能接我一招 呵呵 我是恋神之静 足足比你高六近五十四节 当我是傻子吗 文言我挠了挠头笑着说道 毕竟我是气韵之子 是吗 反正你现在是我徒弟 有的是时间去验证 我倒是要看看气韵之子能好运多久 看着似师傅有些生气的背影 我又渐渐地跟上去说道 师傅女孩子经常生气会提前更年期 文言掩月扭头看向我 什么是更年期 就是一种症状 患此症的人经常脸上暴斗头上凸几 更严重的还会找骨子大雷变形 还有师傅你的雷本来也不大 再加上你的暴脾气怕是很难架出 果然在我这一顿输出之后 愤怒值直接加了五千 下迟 我变小之日就是你变短知识 文言我后退了一步 并且拉出了大师傅做挡箭牌 似师傅别忘了大师傅吩咐的事情 小心他又生你的气 眼月很快就忍住了怒 呵呵行啊 这么快就学会用大姐来邀 我看到他的反应后心中一笑 原来他会是在意身材的人 特别是雷的大小 反而对威胁没那么在意 拿捏了 然后我就刺激起他来 师傅你雷小不要紧屁股子还抬 话音刚落眼月的愤怒值就达到人乱 随后掏出一把巨大的戒指 下迟 谁也留不住你 我说的 次日清晨眼月早早的就踹开了我的房门 起床了 昨天还没参观完赶紧起来今天继续 文言我方王穿上衣服就跟了上去 次师傅你不愧还在为昨天我说你雷小生气 我说完之后忍无可忍的眼月 直接把我带到三师傅面前告诉 姐姐这个孽徒我教不了他 康静寒文言摸了摸他的头 他还想 还是个孩子 你就多担待一些 眼月你要切记 修行之人切记心肃气躁 别忘了昨天大姐的盯着 对眼月说完他又转头看向我 乖徒而勿望尊师众狗 明白了吗 此时我乖巧地点了点 明白了三师傅 随即他来到了我面前 看来四师傅没有带你完成参观任务 那剩下的就由我来带你参观吧 然而在后面的我又开始刺激其眼月了 四师傅你学学三师傅 人家那样才有个师傅呀 你看你 什么都没有 然而这次他竟然没有生气 反而有些不怀好意地说了 好心提醒你一点 你少招惹三姐姐 至于原因吗 嘿嘿 此时我也被勾起了好奇心 原因是什么 快说呀 只见他立马看向前方平淡地说的 我就不说 气死你 文言我沉默了 这时狗系统声音也响了起 恭喜宿主第一次被气到 此次免责 但以后宿主再被气到会道破愤怒 听完系统的话后我更怒 干 什么玩意 这是修身养性的辅助功能吗 片刻参观完之后 三师傅带着我来到了烟火院 我看到名字后不禁问道 这是制作烟花的地方吗 而只见三师傅摇了摇头 不 这是让我们感觉到还活着的地方 也是你入门的第一个考核 做饭给我们吃 这时我愣了一下 做饭 师傅你们闭谷以后还要吃饭了 康敬寒点了点头 本来是不用的 吃饭只是享有一些烟火器吧 以你目前的修为和寿命 我很难跟你解释 以后做饭的事就交给你 大姐喜欢白骨炖昆 二姐喜欢土豆烧昆 我喜欢盐菊昆 四妹喜欢口水昆 康敬寒说完我愣了一下 都爱吃昆 而掩月直接拿了一只昆出来 别傻战略 快去做昆吧 我接过来后低笑了一声 好啊 做昆我太擅长了 师傅你们就等着吃我做的昆吧 表面上我的师傅是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 但背地里个个都是吃昆达人 但好在我是练习两年半的做昆起名手 直接给师傅们表演的一首一昆四吃 片刻后我端着四盘昆走了出来 这是徒儿做的全昆夜 师傅们快来试一下怎么样 文言四位师傅各自动起了快乐 一口下去全都露出了满足的表情 还不错呢 很久没有品尝过这么好的味道 二十烈火 那炙热的感觉扑面而来 宛如凤凰涅槃 每吃下一口体内的灵气就不自觉的躁动起 就像破镜时的感觉一样 我知道了 这是能带给人无限幸福的昆 吃完昆后二师傅有些诱惑的来到我们面前 小徒弟为师很满意你做的昆 文言我露出了微笑 师傅那我这算是合格了吗 嗯合格了 快去吃饭吧 吃完饭后我就回到住处研究体系 目前来看激怒别人可以获得点数 我被激怒会损失大量点数 这是要做什么 要让我六根清静无欲无求吗 也不知道这些功能什么时候能够解锁 Y系统哥 现在都有什么功能了 钉线有基础功能商场 我顿时双眼放光 商场 什么都可以买了 有没有我原来世界的东西 比如龙鞠啊原子弹什么 宿主你想做什么 我只是好奇是科技独还是先发狠 你就告诉我有没有吧 听有道是有 兑换相应的道具需要耗费相应的点数 宿主目前是兑换不起 文言我更好奇了 原子弹和大师傅相比哪个威力更大 就在我遐想之时大师傅走的近 原子弹 你在瞎想什么 听到声音后我猛的一击 大 大师傅你怎么来了 难道大师傅也 然而只见原金瑶拿出一张符 原本想在吃饭前把这张幻歌符给你 没想到被你做的坤打乱了几乎 此符是成为我四人嫡传弟子的证明 关键时刻可以护你周全 文言我叹了口气 应该是我想多了 怎么可能吗 然后我双手接过了幻歌符说道 谢谢大师傅 但原金瑶却突然说道 原子弹没我厉害 有机会可以让你见识一下 你可要努力加油啊 好好休息吧 为师还要去明醒 说罢就瞬间消失了 这下我彻底傻眼 原子弹没我厉害 见识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 大师傅应该不知道什么是原子弹了 玄机我没再多想便出门前往藏书阁了 昨天说的藏书阁应该就是这里 都怪四师傅没有当好导 随后我便推门走了进去 刚打开门就有一根狐狸尾巴向我行 而我瞬间就被缠住飞了进去 紧接着以狗肯尼的帅子完美落地 小徒儿有事找为师 文言我抬头看了一眼 二师傅 是你 怎么 听你的语气 似乎有些失望 我连忙摆了摆手 没有没有 只是我原本想去藏书阁找基本功法学习 但昨天没把路任全走错了地 不过这里也挺好 也在我的参观计划之内 我的乖徒儿这么爱学习 让师傅来教教你好不好 文言我往后退了去 哈哈还好吧 我自己学就行 怎么 国尔干嘛往后躲 难不成是我长得太丑下道人 没 二师傅偏若惊红婉若犹龙 荣耀秋菊华冒春松 可谓是美人一颗粒 颜若芙蓉花 一顾轻人成再顾轻人果 而二师傅在我的一顿彩虹屁下 竟然变出了我 师傅你的尾巴原来是这样变出来的 蜜月则有些娇羞地说道 哎呀心情一好尾巴就会出现了 没想到我的徒儿这么有文采 要不你再夸夸我 要是能让我开心地露出九条尾巴 我就赏你一些大宝 什么大宝贝 看到没 柜台上的丹药皆是我锁念 有些能顾原养精 有些可以延年益寿 反正你想要什么为师都可以给你 听到什么都可以要后 我立马站起来装模作样地咳了两声 那徒儿就厚着脸来试试 云响一场发响 春风芙兰路滑浓 若飞群玉山头剑 会向摇台跃下逢 伴随着我的一首诗 二师傅也是成功地露出了九条尾巴 徒儿这诗作的真美 不 二师傅 诗美人更美 臭小子你是在调戏为师吗 说着他用尾巴把我卷了起来 由枪划掉了 看来得好好教育教育 你什么叫尊士众的 而我则在叫喊着 二师傅先给我奖励在教堂 那样我学得更带劲 蜜月文言魅惑一笑 那 说的也是 那就先赏赐你吧 柜台上的红色瓶子 你想要哪个都可以 啊谢谢二师傅 可这时他又说道 乌尔干嘛去学功法 不如跟着为师好好学幻术屋 九尾湖的幻术可是很有趣的 我想都没想就说道 学啊 不睡觉也要学啊 就在我都想好学会之后要怎么完事 四师傅掩月走了进来 二姐姐你在做什么 实际上我在他眼中就像个傻子一样 在地上滚来躲去 下次怎么这样 你不会对他使用幻术吗 西西我不知道的 我只是在传授他功法 你要一起来吗 不必了 混着练功我怕他走火入眠 更何况大姐让我再带着他熟悉一下环境 说着他一脚踢像在地上傻笑的我 给我起来 顿时我就清醒过来 我去 跑墙的精神力 一不小心就着了二师傅的刀 可惜没能体验到后续有些遗憾 掩月看着我还有些发浪 有些不明的说道 你刚刚在幻术里看见了什么 没看到什么就被打断了 然后我转头看向音乐 二师傅改日请务必教会我幻术 呵呵 必将清其所有 那二师傅再见 说到我就跟着掩月走了出去 但心里还在念念不忘幻境里的事 红瓶子随便挑紫瓶子不能懂 真好奇紫瓶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单样 还真是有点小遗憾 那你不到的我想要当逆途中是 让童言俱辱四师傅做我的媳妇 更是一脸猥琐的想要和他轻轻 就在刚刚掩月有些红着脸看向的 那什么 昨天你的昆还不错 文言我双手插腰 四师傅你是不是想跟我搞好关系 以后好让我给你做昆吃 呵呵 跟你搞好关系 不不不 是为师决定不跟小徒弟你计较吧 这样啊师傅 那就麻烦师傅带我去藏书阁吧 大师傅不是说让你引导我入门吗 我还等着呢 真笨 昨天不是带你参观了一遍吗 这点东西都记不住以后怎么跟我们去 我而愚笨 四师傅您多费费心吗 片刻后掩月带我来到了藏书阁门外 这里就是藏书阁 不过我可要提醒你 在外门能看懂点击 但在这里可不一定 毕竟某人才灵血静静 而我依旧笑着说道 毕竟要笨鸟先飞吗 你说是吧师傅 但我没再理会他而是推开了大人 入眼只见三师傅庄严地坐在那看书 于是我走上前说道 三师傅好雅兴啊 然而回应我的只是一片沉默 掩月有些幸灾乐祸地走了过来 嘿嘿 三姐姐专注时事不理 跟我来吧 虽然我不常来这里 但是对这里还算熟悉 片刻后掩月在一个书架上翻找的声 奇怪 我记得我的九离刀法就在这个架子上了 怎么找不到呀 而此时的我则有些无语 合着咱俩找了半个时辰 你就是在找这个 咋还好意思说熟悉 文言掩月直接怒了 你真啰嗦 你懂不懂啊 先给你拿上 这叫有备无患 呵呵 您还会用成语呢 随后我不小心撇了一眼旁边的角落 看到了一本比较抽象的工作 当我拿起来却忍不住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功法被人丢在地上 就在这时三师傅从背后贴到了我耳边说道 这本书不可以看哦 三 三师傅 嗯 刚刚在看书 没有注意到你们 手里的书 话还没说完就被四师傅掩月打乱 三姐姐你来得正好 我那本功法你见到没 我记得我就放在这个架子上来着 现在怎么找不到 小妹的书吗 是那侧九离刀法吗 嗯 好像是这个名字 我完全没有印象 或许是被人借走了 是吗 那算了 我听到他们的对话有些什么意思 明明就在这 算了不管了 然后我偷摸地把那本功法塞进了怀里 对了 你们怎么来这里了 下池说要找几本功法 我就带他过来了 三师傅文言转头看向了我 下池你要找什么类型的功法 文言我慌乱地挠了挠头 我想找几本高阶功法 高阶功法 康静涵思考了片刻后随手一挥 顺时几本功法从藏书阁各处飞来 这些你先拿去看吧 有什么难解之处可以来问我 结果书后我弯腰卸了 谢谢三师傅 我会安安静静看书的 不会打扰到你 而掩月走过来拉着我就要走 走了 怎么该回去了 三姐姐我这就带他离别 出来之后我有些固满地说道 四师傅你这是干嘛呀 而掩月则是满脸严锁 你刚来听不懂三姐姐的前台词 他那句话就是给咱们下注课令 你再待下去一会就会被他变成冰调 别问我怎么知道 你要是不信现在就可以回去试试 被他冻住还好说 但他还总是忽略他认为不重要的事情 到时候我可不来救你 我之前也提醒过你少去招惹三姐姐 尤其是他要专注于某件事情的时候 还有我写错别字的事情 你要是敢宣扬出去 我就把你考到两面金黄撒上 自然扔到妖兽直升去 文言我又开始激怒他 让我保密可是有代价 忽然我一不小心传到所有人耳朵里 可就难看了 好啊 你给自己定了死期 那我不会拦着你 这是系统声音响起 恭喜宿主激活任务系统 本期任务通过内门考 成功奖励天杰功法或宝具一件 失败接受未知惩罚 随即我思考起来 通过内门考核还得靠怒火之提升境界来的 可是在这好像没有其他人 不行 我得想办法回到山下 而掩约见我没有回答他 于是用手指着我鼻子说道 你是不是故意不听我说话 没 因为我突然悟出了一个事 大师傅安排得太完美 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 呵呵呵呵呵 下持你是觉得我耽误你修炼了 我也继续挑衅着说道 直接抽出了他的大砍刀 我让你胡说八道 下持既然你这么爱修炼 那为师今日就将这刀法传授于你 试炼刀法为掩约九霄离虎第一集 接招 我看到这情况立马大声喊道 师傅等一下 我们来打个赌卢盒 掩约收住了大砍刀道 打什么赌 见此状况我松了一口气 差点玩脱了 我要参加一个月后的内门考 就赌我到时候能否参加吧 下持你可知道成为内门弟子最低 都需要远海性修纹 你这已经不是好高骛远了 简直就是脑子被驴踢了 四师傅我看你是不敢跟我赌 这种必赢的局我为什么不 不过我想知道条件是什么 我若是看不上这条件 那为师还是继续教你刀法 而我胸有成竹地说道 不如这样吧 再加一点 我若是没能通过内门考核 便离开苍鸣圣部 如果我赢了 四师傅你就嫁给我当媳妇子 什么 什么 师傅不敢赌了吗 掩约此时看着我陷入了沉思 这个灯徒子不会破九天截灭 正式伤到脑子了 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他连报名考核门槛都打不动 然后笑着说道 就这样 一言为定 这事我又说道 师傅离开苍鸣神殿 是不是只能从御天梯走下去 对啊 怎么了 嫌麻烦了 不是 师傅我现在下不去了 要不你送我一场 你要是不帮我 我可就要亲我未来的媳妇了 下迟 你给我去死 说着一脚把我从苍鸣神殿踹了下去 偷看师傅洗白白被抓了陷阱 但他并没有怪罪 反而赤裸着来到我面前 奖励我给他穿上衣服 就在刚刚我以一个帅气的姿势落地火 曾经经常欺负我的李元欣立马走过来 这不是废物下持吗 不是破了九天截灭阵吗 怎么还被踹下来了 文言我乐何地看着你 你干嘛非要跟我过不去了 难道是因为你连阵都破不了 有着闲工夫还是琢磨琢磨内门考核一试 就你这修为恐怕连报名都不够自复 在我一顿输出后 李元欣和他小弟为我提供了大量的愤怒制 系统伤成功能随之解锁 买了一瓶肥宅快乐水的我正打算离去 谁知李元欣从背后直接向我袭来 感受到杀气的我直接单手挡下 期间还潇洒地喝下了肥宅快乐水 随即灵血七重的修为一掌无疑 李元欣看到后有些震惊 你竟然灵血七重了 这怎么可能 呵呵我知道了 这肯定是苍鸣四仙将你赶下山的补偿 不过虽说我境界不如你 但本少爷可是天刀萌的少子 下持我一定会让你跪下来求饶 说着他就当着我的面磕起了 瞬间他的修为就达到了灵血九头 下持受死吧 让我把你扎成肉酱屈辱的死去 就在他即将打到我时 一片花瓣突然凭空出现 李元欣瞬间就被定格在原地 紧接着我那妖娃妩媚的二师傅走了出来 我苍宁圣玉的戒律不得对童宗师兄出手 看来大家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在圣玉里偏刀萌不要太过分哦 这次就小小的成见你一番 随即御守在李元欣头上轻微一点 顿时一个空间裂缝出现 李元欣随之消失在裂缝中 收拾完李元欣二师傅转头看向了我 小迟迟的胆子可真大 不怕被打死 而我则靠到了他耳边小声说道 二师傅我现在扮演的是 被苍明四仙踹下神殿的落魄外门弟子 您出手的话我的计划就跑汤了 我刚说完蜜月就一把推开我 怕跪在地上伤心地说道 吓持我的心好痛 而围观的众人看到这一幕后顿时怒 竟敢让我们的蜜月女神哭泣 你还想不想活了 女神刚刚才救了你 你现在竟然恩将仇报 这时蜜月也一脸俏皮地看着我 乖图儿怎么样 为师演得好 快快快 还需要为师做什么 此事我有些害念 已经够了 不需要演了 文言蜜月有些失望 这就够了呀 那就扶为师起来吧 而当我刚扶起蜜月 他就撞进了我怀里说道 可是为师还没有玩够呢 下一秒就见他衣衫不整地哭喊了 不活了不活了 图儿非礼师尊了 众人看到后彻底怒了 顿时超出家伙冲了上来 兄弟们冲啊 为蜜月女神报仇 见此状况我拔腿就跑 片刻后我躲到了一块石头后面 呼 不行 怒火系统只会让我树立越来越多的敌人 必须精打细算所有点数才能破绝 否则早晚会被这群韭菜给刮杀死 就在这时一声声水声从不远处传来 我这才查看起周围的环境 这里是外门藏书阁后山的必忧坛 我怎么跑着来了 就在这时坛中传来一道声音 谁在呢 还没等我说话里面的人就裸着走不出来 下时 你过来 你来此处做什么 文言我立马跪下说道 无而无意闯入 不是故意要偷看的 三师傅一脸平静地面对着我说道 这是为师的民私之地 擅闯者会有惩罚 文言我头低得更低了 三师傅天冷 您还是快穿上衣服了 可谁知三师傅下一秒说道 那就惩罚你帮我把衣服披上吧 说着就把他的衣服送到了我手上 给我穿上吧 随即我咽了口口水沾了紧 贴心地帮三师傅穿上衣服 听演乐说你要参加次月的内门考核 嗯是的 你已是我四人的清传弟子 又何必多此一举的 文言我挠了挠头 我不想被人质疑 我想通过考核来证明自己 这样啊 我知道了 你走吧 擅闯境地之事我会帮你保密 那徒儿这就退下 离开必忧坛后系统声音响了起 恭喜宿主今天达成激怒外门一千弟子成就 现已解锁未免穿越功能 而另一边的李源心掉进了某个不知名山洞内 下池你给我等着 不是你死就是我 我变粗了也变强了 别人几十年大成的功法我仅用了四个时辰 并且还纠正了其中的错误 此时灵修殿中 姓名境界长度 文言我有些羞死 讨厌 大庭广众的多让别人自残行贿 下池灵血七重五分半 张执事一乐 啥 是无耻半吧 灵血七重就去二层吧 实在扛不住就说 不要硬撑 否则轻则残废重则暴体 二层啊 会不会太简单了 我下个月要参加内门考核 至少要提升到远海境才行 文言张直视看向了我 去年内门考核的第一名最多也就挑战第三层 你才灵血七重还是保险编号 别因为提升境界丢了小命 这时李元新的狗腿子也走过来 呦呦呦就你这废物去二层都是给你脸 被四线抛弃也不至于寻死 好死不如赖活着吗 你们少说两句吧 他灯咱们可不一样 咱们可是一不一个脚印爬上来的 话说我长得可真美 文言我转头嘲讽道 那你们可真心 这么多年了还在灵血井 还有你张帅帅 可别照镜子了 别再把镜子本吓着了 但令我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并没有生气 反而嘲笑起我来 呦呦呦 这废物说不过咱们就像人身攻击 他不会真的以为咱们会跟他一般见识 不会吧不会吧 你懂个屁的审美 我们帅帅这叫性感 而我陷入了实话之中 这才几天韭菜就搁不动了 以后可怎么办呢 就在这时系统声音响起 未面穿越功能机会 即将传送宿主至雷谷山 下一秒我就穿越到了一个和尚身上 灵魂替换成功 以为您同步圆主记忆 龙十八步未来灵鹫公公主虚竹 本次穿越目标累积五千点愤怒之 此时圆主无意之间破解了棋局 正准备传承北明神功 只不过遇到了一点小问题 而我完全忽略了系统的提示 只想着学会了北明神功 就可以进入灵修殿的十八岁 片刻后当我看到无牙子后立马贴了上去 我的好师傅 我是你的乖徒儿小竹竹啊 而他却是一脸的嫌弃 竟然是个丑和尚 吓死宝宝啊 也不知道长得丑 会不会影响北明神功的发挥 爱怎么会这么丑呢 此时我也回怼起他来 原本只是听闻过前辈的名号 现在见了真人才知道好如其人啊 你个小徒驴展开讲讲 我一直琢磨你这个名号是什么意思 现在我想明白了 原来是无牙子啊 什么 死徒驴你说什么呢 我说你是老头北强喝粥 你这个死徒驴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问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看到他如此愤怒后我有些慌 把他气死了可怎么办 得先把功法的事问清楚了再说 然后我站起来说道 咱们从头捋捋啊 我破了你的棋局 是不是应该传功于物 等传功完了 咱们再说老头北强喝粥的时候 无牙子看了一眼地上的书说道 就在那 慢慢看吧 不过老夫都练了几十年才大成 像你这种资质 若是要学会补派样三十年轻 但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丑徒里的 老夫可以直接传功给你 我没有回答他 而是伸出了四根手指 就你这颗功法四个时辰足以 无牙子听到后顿时大笑起 四个时辰 你剃肚的时候给脑子刮伤了吧 不然怎么会说出这种傻话 呵呵 怎么 你不信 那一会我学会了你答应我一件事如何 呵呵 别说一件 实际我都答应 那一言为定 下一秒我就爆发出了北宁真气 无牙子顿时无语吧 卧槽 这特末的小说也不敢这么写 四个时辰后 我在原地飘了起来 此时的无牙子已经震惊得无话可说 飘飘飘起来了 没人来管管啊 我怎么不知道修炼北宁神宫还能漂浮 就在这时我睁开了双眼 俺学会了 另外你有很多地方写的不对 我都给你优化了 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给我下个读试试 无牙子听到后随手一指 不用那么麻烦 你直接劈开石桌老夫便可判断 那你可要看好 随后我一掌拍下 小山头瞬间倒塌 怎样老头 我没骗你吧 无牙子也是满脸震惊 这小子已经不能用天才来形容了呀 斗宗强者恐怖如斯啊 想到这他咳了两声 老夫答应的是自然不会失言 文言我立马贴了上去 既然老头你这么爽 我也就不藏着掖着 老头被强喝粥的意思呢就是 卑鄙无耻下流的意思 而无牙子又怒了 你这骂人怎么不带脏子呢 更何况我怎么就卑鄙无耻下流了 嗯是吗 先喜欢同挑云 害得人家走火入魔后 移情迭恋的秋迟 又心心念念人家的小妹 这是你干的事吧 是 所以我这不自责吗 都把自己关在山洞里了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找他们三人认组 后宫不是你这么开得懂吗 第二个是 我有个好兄弟叫乔峰 出去后你要好声照着他 别让他做傻事 至于第三件吗 以后就说是因为我长得帅 所以才传供给我 不给我面子就是不给你无牙子面子 什么 这个不行 其他的都好说 呵呵 果然是老头被强喝粥实锤了 这么大岁数的人了 赌尖赌诈不赌烂 行行行 答应你我这该死的言口 也就在这时系统声音响起 恭喜宿主完美完成任务 五秒后传回主世界 请做好准备 当我一时回到自身室 发现时间并没有流动 这让我激动起来 多穿越几次 岂不是能走向人生巅峰了 随即我看向了他们几日 谁说我要去第二层了 我要去十八层 什么 十八层 哈哈哈哈 既然你想死 那我们也不拦着 孙芝士也在劝我不要那么鲁莽 也为了一时一气 断送了自己的修炼之路和命述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道声音 给他登记 紧接着一位身穿红裙的女子走了进来 此人正是外门林长老 修炼之路本就艰辛 他既然主动提出挑战第十八层 想必也做好了准备 孙芝士叹了口气 给我做好了登记 去那摘星台上吧 片刻之后便会将你传送至第十八层修罗殿 当我到达修罗殿后 灵修殿便出现了我的头影 下持你打算如何应对一百八十倍的灵压呢 一气暴躁的四师傅 没想到还有娇羞的一面 竟然还会担心我这个想要充施的腻度 就在刚刚我来到修罗殿后 见我进来后他看着我问他 考验者 苍鸣圣域哪门的弟子 境界如何 文言我乖巧地回答道 家师苍鸣四仙 修为骂目前是灵血七重 原来你就是四仙刚收的那个徒弟 怪不得灵血净就赶来修罗殿参加考验 跟我来吧 片刻后我站在了一处擂台上 紧接着就有一层水墓将看台围了起 看台上的这些小家伙都是我的宝贝 他们承受不了灵压的伤害 所以只能委屈你在这水龙之中进行考验 考验分为四段 灵压叠加为三倍六倍十二倍十八倍 每一段考验必须全数通过 才会带来境界的提升 中途退出没有任何收益 文言我问起了狗系统 北冥神宫可以作用于灵压考验吗 紧接着系统声音响起 可以 但北冥神宫的发动时间间隔为两分钟 且发动后系统其余功能将冷却一个时辰 修罗殿店主坐在高台上看向我 准备好了吗 又开始了喽 我叹了一口气说道 准备好了 当前还是提升修为最重要 掐好技能时间和使用方式应该问题不大 随之一道声音响起 一段断肠琵琶 琵琶金翠雨 闲上黄阴雨 话落就有一个水源凝聚在我情发 接着就散发出三倍灵压向我吸血 但我轻而易举就扛住 继续 只见莲花伸出手指的 二段青山连步 落花绕树一光影 回血从风暗有情 这一段刚开始我就承受不住的跪下 这是六倍 这时狗系统的声音也为我解释道 第二段的六倍是基于第一段的 顿时我就暴怒了 沃德发你他妈的不早说 紧接着我就运转了北冥神功 瞬间就将这段灵压给吸收融化了 什么 四仙的徒弟的确有些本事 我更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了 如何 可以开始了吗 文言我立马装作一副肚子痛的样子 我好像闹肚子 能先方便一下吗 因为我刚算了一遍三段实际的灵压 竟然是216倍 想拖延一下时间等CD 不然第三段刚开始我就得隔屁 然而他满脸嫌弃的说道 你当这是什么地方 想出宫就出宫 给我憋回去 继续考验和出宫你只能选一个 此时我尴尬的笑了笑 考验 我选考验 话落便只见他闭上了双眼 销管曹贺 烈石穿云 预管一横倾更捷 接着第三段灵压就扑面来 虽然没能够拖延很长的时间 但是我拥有乾坤圣体 已经摸透了北冥神功的用力 而我也感觉到 刚刚用北冥神功吸收的力量 变得异常痛 无论画弓大法 还是斗转心理 都是根据北冥神功演化来的 无牙子前辈 虽然你写的功法错误感触 但也是绝世天才 百川会海海冠百川 以比之道 环势比身 虽然吸收的力量 到我体内变成了阳手心 但终究也是同源的力量 我只要撑到两股力量融合 就可以画起这段灵压了 看着我吃力的样子 连画也忍不住劝你了 下次何必为了一次考验 丢了幸运 只要你现在说结束 就能免受灵压压迫的痛 再不喊停 你真的会暴体而亡 然而他刚说完 擂台上的我就融合了 这两股力量 随后砰的一声 那股压迫感顿时消失不见 见我破了这一关后 他直接飞了起 你还是人吗 这怎么可能 另一边灵修店中 演乐也在偷偷观看 我参加考验 下次你不会死吧 不对 演乐你是来看他笑话的 他死了才好 那种目无师长 随地洗澡 莫名其妙的家伙 才没有资格 他不会真要死 为了一个赌约 没必要拼成这样 难道他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娶我 他自知自己身份低位 没资格娶我 所以才绕了这么大一圈子 爸怎么会这样 想娶我就直说呀 被四仙之一的我拒绝 又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此时修罗店店主 心情平复后说道 能破九天截灭阵 果然有两把刷子 不过是运气成分居多 还是实力居对 第四段自然能见分析 而我却突然说道 你是不是打不过我四十分 话若他直接怒了 啥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夸我 真是太难为情了 只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你我之间终究是不可能的 这边连话依旧愤怒地说道 下持你最好谨言慎行 一个没人要的野丫头 怎敢和我相提并不 我看到他发怒后 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又可以收割了 有没有人要不是你说了算 我说的当然算 谁乃是万物之源 我看得比你清楚 文言我惊呼起来 又你还是个偷窥狂呢 一真是下流 被我说中了吧 脸红得跟猴屁股一样 我似师傅就不会这样 人家可开得起玩笑了 等我从这里出去 我就要把你的真面目传遍世界 我说完气氛顿时变得安静起来 随之连话笑着说道 短来我还想留一丝慈悲给你 现在看来完全没必要了 而我只是在心中默念头 还有五秒 那就在第四段考验的基础上 再加上本作的特殊考验了 水灵斩 四秒 以汝之鸣 三秒 以污之身 两秒 三千弱水 一秒 护浪惊涛 丁恭喜宿主成功使用空手接白刃 下一秒只见我举起手臂 夹住了披下来的那一截 然后微微用力 凌厉的攻击瞬间化为水珠消散 花里胡上 修罗殿店主竟然穿着不同制服让我观赏 还贴心地询问我的意见喜欢哪套 然而身为证人君子的我当然全都喜欢 就在刚刚我的修为直接达到了远海三界 见状连话惊讶地直接坐在了地上 这怎么可能 随后我满脸猥琐地来到了他面前 哈哈不过如此 修罗殿还不是徒友虚敏 谁料他直接大哭起来 欺负人 乌娃娃 我直接慌了 你别哭啊 我怎么拧了 话说女孩子要怎么哄啊 然后我打算从系统商城内买一些东西来哄 然而商城还在冷却时间内 只要完成一个快川挑战就可以缩短冷却时间 文言我果断选择了参加 不赶紧哄这丫头非得把修罗殿给淹了 下一秒我就传送到了唐伯虎家 并且此次的任务是征服八个媳妇 当我再次睁开眼时发现一群女人正在玩游戏 见状我立马扑了上去 各位娘子伯虎来了 征服八个媳妇算什么挑战 分明就是送福利 娘子们玩多大的 怎么 相公今日怎么有兴趣陪我们姐妹几个打麻将 文言我认真的说道 以前年少无知 今日才开窍 有美人相伴还有众多娱乐活动 当什么9527 哎呦胡了 哇哦相公琴棋书画那么厉害就算了 没想到麻将也是如此得心硬生 和八位娘子大战三百回合后 他们都浑身无力的瘫软费 相公你为何如此勇猛 哈哈在打麻将方面我还是很有天赋 要不娘子试试别的 在别的方面我也很厉害 就在这时系统声音响起 恭喜宿主挑战成功 三分钟后将传送回修罗店 文言我懵了 三分钟 这个世界我还没带够啊 娘子们相公有个急事请求帮助 就是怎么哄一个女孩子开心啊 尤其是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 当然是给她做美食 不吗 当然是送给她漂亮衣服 就在这时一本书从我背后扔了过来 拿着你自己写的书都忘了吗 我接过后露出了惊讶之色 靠这是个好宝贝啊 接着我就传送回了修罗店 很好 让我看看追你三十六计是否有效了 然后我来到莲花面前单膝跪地说道 宝贝 再哭眼睛就要肿了 其实在考验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观察你了解 并没有真正的气氛 你看我选了几套特别适合你的衣服 要不要试试 莲花有些感动的说道 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些衣服 文言我深情默默的说道 回头我要让天下人都知道 那片鱼塘我给你承包下来 我之前只是用错了方式方法 请原谅刚刚的我过于直接 莲花顿时开心地跳了几 那我去换衣服 你在这里等我不要离开哦 片刻后莲花便换好了第一套衣服 而我看到后爷忍不住地咽了下口水 莲花见我没说话有些紧张地说道 你怎么不说话 我第一次穿这种类型的 是不是不好看啊 文言我竖起了大拇指 那个还不错 别的也换一下吧 下持这个裙子怎么这么短 会不会不太好啊 文言我连忙解释道 不短不短 这件衣服就是这样 你看多适合你 那这套呢 你喜欢吗 喜欢喜欢 太喜欢了 这个黑色的呢 喜欢啊 你看黑丝都适合你 那最后这套呢 更赞了 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下持这些都是送给我的 嗯 都是送给你的 下持你对我真好 我最喜欢你了 既然你送了我这么多好看的衣服 那我也回赠你一些礼物 跟我来 片刻后我来到了她的闺库 你在这里等我片刻 我先找找 爸找到了 这是我母亲赠予我的礼物 我如今用不上 便送给你当作仇谢吧 此戒名为海纳百川 乃是圣洁法器 可以消除对方灵压带来的压破 虽然圣洁法器 需要通虚之境才能使用 但此法器有我母亲的祝福 可以跨境使用 既然店主诚心相赠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在我接过后 她有些面露难色的说道 那个 嗯 怎么说好呢 文言我看向了她 咱们是朋友 店主有话直说就行 朋友 你已经将我看作朋友了吗 我原本还想问问 你能不能跟我做朋友 既然你把我当朋友 那这个送给你 以后若是遇到危险 直接在心中默念三声我的名字 只要有水存在 我就会立刻出现在你面前 话若我就被传送出修罗店 回到了灵修店 灵执师看到我出来后 立马走了过来 下次恭喜你通过了灵修店的考验 同时也拿到了内门考核的资格 内门考核我会好好关注你的 多谢灵执师看中 另一边掩月见我出来后 也回到了云烟阁 我回来了 二师傅蜜月见她满面春风的 有些好奇 有这是有什么好事发生吗 心情怎么这么好 掩月一屁股坐下来说道 亲眼看到莲花这丫头吃瘪 当然心情好 简直是如沐春风 你去灵修店做什么 当然是看下吃 啊没什么 呵呵既然说漏嘴了 就索性都说了吗 在姐姐面前还藏着掖着 姑娘可真是长大了吗 掩月有些慌乱的说道 那家伙莫名其妙的挑战修罗店 我怕她死了 因为大姐姐嘱咐我当她入门师傅 我可没别的想法 我没事的 你这个年纪有点别的想法 也很正常 脸红什么 深开火爆的四师傅竟然要给我当老 就在刚刚四师傅刚洗完澡 我就走了进来 师傅你不会又再写武功秘籍吧 快让我看看 说着我就把她手中的小册子抢过来 打开后才发现原来是师傅私藏的少女们 讨厌 还给我啦 对了 恭喜你拿到内门考核资格 那个 那个你也不必在意打赌的事 而此时的我已经完全忘记了之前的赌院 只想着脱掉衣服去明仙池里泡走 眼月见状修红了脸 太快了吧 我有些疑惑 快吗 我平时脱衣服都是这个速度 然后我就跳进了池子里 毫不知情的眼月还在那辈子我说道 至少要先拜堂 虽说我愿赌服输 你还为了我对付莲花那丫头 但怎么说我也是你师傅 师徒练 哎呀 不行 我得问问大姐姐他们怎么想 就在这时我光着上身站了起来 这凌鲜尺果真鲜品 只片刻我便觉得神清气水 文言眼月转过了头 看到我那健壮的腹肌后心跳不由的加快 我这是怎么了 就在这时二师傅走了过来 四妹是在带小徒弟修行吗 这刚通过修罗殿的考验也不歇息 阿二姐姐有事找我 是找你们 后日收徒大典有些事需要提点你们一下 大典那日六门门主接会到场 整个苍鸣圣域在大姐的维持下保持着平静 但四仙收徒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况且你还未正式入门便通过了修罗殿的考验 所以收徒大典实为是希望你藏桌椅子 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很快便到了收徒大典当年 李元欣的狗腿子们也在期待着我出走 等着看我的好戏 片刻后六位门主便七七道了 封玉门布佩林看着雷玉门的波测说道 郭门长怎么每次见你都黑着一张脸 是不是你们伙食不好营养跟不上啊 我封玉门的厨子不错 要不借给你用用 顾门长你也不看看今日是什么场 还是少开些玩笑 不就是四仙收徒吗 这事也不稀奇吧 可这新收的徒弟未免太高掉了些 这样的人早晚会给苍鸣圣域惹来吗 就在这时一声高鹤声传来 四仙驾道都坐下了 我一向不喜欢凡文入节 所以那些麻烦的过场就算了 这时我从下面走了上来 小徒下持拜见四位师傅 拜见六位门主 哎呦呦长得倒是我喜欢的类型 可有一中人 不如入坠到我封玉门吃香的喝辣的 男人还是要晒黑点才阳刚 小家伙细皮嫩肉的不够野闷 呵呵你们水域门门徒那么黑 老娘都食不下咽 我就喜欢长得白的 这时郭策大声呵斥的 大殿之上何等威严 李展女帝坐镇之处 岂能容你两人喧哗 话若她来到了我面前 我们六门星向四仙 当提防一些来路不明的人 以防止破坏四仙的名义 听说你轻松破了九天劫灭阵 前两日更是通过了修罗殿的考验 不过老夫想不明白 一个灵血镜的外门弟子是如何做到 文言我装傻地说道 小徒不懂 大师傅袁金瑶站起来说道 各位今日也见了下时 若是有一律便由内门考核见分享 如此也好 只是参加内门考核的 都是这三年来最为突出的弟子 到时候的压力恐怕不行 若是那时候被逐出师门 岂不是犹如四仙之名 文言我严肃地说道 四位师傅六位门长请放心 到时候我定会通过考验 那老夫等着 那收徒大典就开到这里 还是大家搓两圈麻将之后再散会 散会之后不配灵追上了锅侧说道 锅门长走这么快干嘛 我知道你喜欢读 但我还蛮看好下时那小子 所以想跟你赌个宝贝 你觉得那小子能通过考核 呵呵谁知道呢 完了而已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内门考核前半个月 此时在天上的我从马车上望去说道 这好像属地 就在其他几位师傅疑惑属地是哪时 大师傅突然说道 属地之人是不是喜好吃麻辣 大师傅你怎么会知道 此时我有一种猜测 大师傅难道也是穿越着 毕竟上次他还说过原子般 就在这时演乐直接给了我一整 发什么呆呢 一会到盘山庄跟我过两招 这时二师傅来到了我面前 早些日子你说让维师教你换手 为师特意为你定制了几套 你可要好好学哦 学不会是有惩罚的有 嗯好 我一定好好学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那种成组 随后蜜月看向了演乐 前些日子你俩是不是有些话还没说完啊 说 说完了 早说完了 经二师傅的提醒 我想起了赌约的事情 然后满脸坏笑地看向演乐 四师傅你什么时候履行赌约啊 大师傅这时也说道 即便是师徒也要愿赌服输 片刻落地后我就被演乐追杀而逃 而三师傅突然靠在了二师傅身上 并且身体上还浮现出许多冰霜 大姐三妹又发作了 袁金瑶健壮运用灵力封住了她的情网 蜜月你留在这里看护演乐和下吃 我去送静涵去东汤谷休养 片刻后蜜月抓住了演乐 好了好了别闹了 别忘了咱们来这的目的 那家伙不是挺厉害的吗 连连话的考验都能通过 那门考核算得了什么 我看还不如把这趟出行当作旅游 一大姐姐和三姐姐 静涵又发作了 大姐送她去东汤谷 就在这时我走了过来 大师傅和三师傅呢 哦他俩突然有点别的事 我看着两位师傅说完有些不正常 还没等我接着问四师傅就把我拉走 走咱们去院中过两招 见此我也确定了果然有问题 不过早晚我都会搞明白的 片刻后蜜月将境界压制到了与我龙街 然后拔出了一把刀放在我面前 这刀是为师送你的小礼物 名为天目 准备好了吗 我要开始了 一段时间后我无力地躺在地上 师傅我不行了 蜜月有些恨铁不成刚地说道 我虽然将天目赠予你 但刀会选择主 不过以你现在的表现还没资格当他的主 文言我单膝跪地看向他 四师傅请传授我九霄零 但蜜月却羞红了你 本来就要传授给你的 你突然这么认真干什么 这时我突然抓住他的手 含情默默地说道 师傅教我 方才你那招简直帅薄 蜜月猛地抽回了手 你先练好基础再说吧 还有干嘛突然抓人家的手 人家一点准备都没有 我出去一趟 你自己练习吧 现在恐怕不行 怎么了 刚才练刀不会伤到肾了 不是 是扭到腰了 这样啊 为师治疗跌打损伤的要多着 正好让你试试我新练制的担药